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长者的生理功能逐渐退化 国健署2015年统计 65岁以上老人 平均罹患将近三种慢性病 需要求助各科医生 服用多种药物 尤其老人家思考判断力下降了 能否安全用药 尝试家人担心的问题 你怎么不吃吃药啊 就没吃就跳过啊 忘记吃药 要不然就重复吃药 要不然就是把药物囤积起来 或者送给别人 那甚至有一些会去乱买药 或者是说他们就自己加药 加剂量 或者是说这个自己就停药 不适当使用药物 会造成许多状况 尤其代谢吸收力变差 吃药以后恐怕会更容易 产生副作用或毒性 像是昏沉晕眩造成跌倒 长者多用药的时候 其实他可能就会 比较多的机会 会产生就是长者的一个用药之后的一个不良反应 或者是药物药物之间的交互作用 为了降低风险 请掌握用药秘诀 服药前务必再次确认是否正确 可以请家人或邻居来协助 或是购买药盒来分装药物 呼吁长者一定要把灯光打亮 以免错看 也不要将药品混合在同一个药袋中 内服和外用要分开 并且保留处方用药记录 过期药物也不要使用 协助长者保持用药好习惯 让长辈们健康加霸离